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有中共國師之稱的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 最近又有偉論發表 這位林毅夫 在1979年5月 本身在做中華民國陸軍上位年長 但當時他叛徒去到大陸 從此試圖一帆風順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林毅夫的偉論就是 他說中國經濟規模 去到2030年 即是十年之後 就會超越美國 超英趕美論講足很多年 終於超越英國 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 但是搞了很久都還未超越美國 現在就說十年之後 十年又十年 十年再十年 這樣都未算 去到2050年又會發生什麼事 林毅夫就說 到時中國的經濟規模 就去到美國的兩倍 中國的人均GDP 還可以達到美國的一半 林毅夫說到連自己也相信 就著中美經濟脫鉤問題 林毅夫就提到 說中美的主要矛盾 就是特朗普認為 哪一個國家對美國有貿易順差 就是佔了美國的便宜 林毅夫的論點是這樣的 他說貿易一定是互利雙贏 其實中國賣給美國的產品 美國自己都生產得到 只不過美國自己生產的話 成本就要比中國高很多 所以就寧願跟中國買 又會比較便宜 故此這個貿易是雙方都得益的 我就認為 他這個說法是過度簡化了 中美貿易戰的基本形成因素 至少在特朗普的眼中 就不止於此 雖然特朗普本人也是致力於 縮減中美貿易逆差 即是赤字 但是這個並非事實的全部 林毅夫這個說法是忽略了很多因素 第一 特朗普政府三番四次質疑 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那時 是作出過很多承諾 直到19年後的今天 到底這些承諾有多少是兌現了 有多少只不過是留於紙上 或者可能已經成為了歷史文件 是不是 比如說 外國公司資金能不能自由地進入中國市場 是不是 Google行不行 或者Facebook行不行 大家都心知 所以 這個林毅夫也不提 第二 就是特朗普政府 多次來指控 說中國 是有參與攝取美國的高薪科技 好了 林毅夫這一方面 他就有說 林毅夫反駁 說美國經常說中國侵犯知識產權 偷竊美國的技術 是說不通的 他就說企業之間有侵犯的情況 很難避免 比如說三星告蘋果 蘋果告三星 這些情況 都時有發生 林毅夫的這番說法 正正就是要合理化和正當化 大陸做這些行為 將他說得好像很淡然 竟然說 虧取知識產權和偷竊技術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你說三星告蘋果 蘋果告三星 那個最終是可以在法律框架裡面 解決得到的問題 這個是企業和企業之間的爭執 問題就是國家和國家之間 怎樣來告 怎樣告 是不是 他只能夠防備你 防範你 但是你說到好像這些 是很無所謂 很平常 這些不是平常的東西 科技應該是每個國家或者企業 去自主研發 然後將研發成果 交到專利局去登記知識產權 如果你要用別人的技術 你是要付錢才是 如果他這個說法是正常的時候 這個社會就不會有進步 當一家企業或者是一個國家 他投入了那麼多資金 人力 物力 時間 心神 去研發一些高薪科技出來 原來轉過頭 被人拿了去 他就說很難避免 很難避免就應該主動去阻止這些行為 才對 你阻止到這些行為 就不會發生 是不是 好了 接著他就說到美國現在提出的全面脫鈎 從經濟角度來看就很難發生 因為如果美國不跟中國買產品的話 或者是不把技術賣給中國的話 美國企業的利潤就要減少 而利潤減少 就會進一步影響新技術的研發 他這個說法的基礎其實就是看死有些美國企業 為了要保住大陸這個龐大的市場 為了要保住人民幣的利益 就一定是會跪低的 事實上是不是呢 我們看到九月份的時候 已經有三千五百多家的美國企業 說要起訴特朗普的政府 就說美國向中國三千多億美元的商品加徵了關稅 其中有些企業就包括什麼呢 福特汽車 Tesla等等 很多知名企業都包括在內 所以 你說這個中共國師說的那些東西 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尤其是他說在這個利益的問題上 另外他還說到 就算美國不賣技術也好 德國 日本 韓國一些企業都會賣 因為他們就想擴大自己的市場 利潤和研發的力度 這個說法的立論 就是說 中國就看死你那些西方國家一定就團結不起來了 因為有利益衝突 你美國不賣 可能有些國家就掩著半邊嘴笑 你不賣他就搶佔了你這個空白 他就做了你那份 事實上是不是 但是呢 又真的有發生的 是不是 不如說韓國這樣民在寅政府 他就一直在吃兩家茶禮 沒事的 所以大陸 其實最後都是看盡了兩點 第一就是西方企業會為了賺人民幣而跪低 第二 就是西方國家不夠團結 會為了利益衝突 而互相爭聘中國的市場和利潤 就是這麼多 好了其實胡錫進的立論都是類似的東西 他就提到 說就算西方的人民怎樣對中國印象負面都好 西方的企業 仍然是要選擇跟中國做生意的 他這個說法跟林毅夫說的東西如出一切 所以說來說去他們都是恃著自己有一個 龐大的市場 以及有一個低廉的勞動力 就是這樣 好了跟著 林毅夫就最後說到 說美國試圖 好像上世紀80年代美 用壓制日本的手段來壓制中國 但是 現在的中國和當時的日本就不能夠同日而語 美國要是對中國繼續來卡關的話 實際上就只會加速了中國的技術進步 假如美國真的要斷供 中國的芯片 中國就用貴一些的零部件 實際上有沒有人賣給你就成問題了 當然 那些美國企業或者是外國企業 凡是用美國技術的 都可以事先向美國商務部申請 說供貨 事實上都有的 Intel和AMD正在供貨 但是 芯片就是用來做手提電腦 不是用來做5G手機 甚至乎馬雲自己也說到 是不是 中國的芯片技術就落後美國20年 你說到10年之後 中國的GDP都已經是超越美國了 但是芯片比別人更差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後來有些網友翻舊 發言林毅夫 在2015年和今年都說過 說在5年之後 中國就可以 跡身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其實他這些說法 就已經是破產了 2015年又說5年之後高收入 實際現在有多高收入 是不是 李克強總理就已經說了 中國有6億人口 每個月收入1000元人民幣 難道只有1000元人民幣 就已經是跡身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豈不是全球有很多國家都已經是高收入 說不說得通 然後5年之後又說5年 5年之後會不會又說5年後 就是 這樣就是中共國師 最後就講一下這個螞蟻集團 螞蟻集團其實就是營運支付寶那家公司 準備要在香港上市 根據彭博社的報導所說 就說美國政府正在考慮 對螞蟻集團和騰訊的微信支付平台 實施限制 以阻折它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實際對於這家螞蟻集團來說 會有多大的影響呢 首先來說 原來螞蟻集團在海外的營收 最多那一年都是佔總營收的大概5.5% 就算美國作出限制影響也很有限 而且他們的招股書也都有提及過可能要面對美國制裁 即是 預了有這個情況 可能會發生 其次的就是 原來目前現在有三家保佔 這個螞蟻集團上市的機構 就是美國的投資銀行 如果特朗普真的要 動螞蟻集團的時候 可能就要撤換這些 保佔機構 但現在 相信就實話都未有一撇 因為根據 彭博社引述的消息人士指出 自從特朗普中了招以後 在往後的幾天 對於要針對中國科技企業這個問題 都沒有太大進展 而且這個問題對於特朗普來說 就真的沒有那麼大的迫切性 他的當務資金就是要競逐連任 如果多4年的任期 怎麼沒有都可以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